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使用系统的一个加速度计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系统给我们的一个指南针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统称指南针为罗盘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罗盘类的API呢 是小程序给我们提供了三个 第一个API呢是微信脸on-campus-change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I来监听罗盘的一个数据 它可以接受一个callback的回调函数 在callback回调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获得它的一个direction的参数 这个direction字段的参数的值呢 表示的它是面对的方向度数 也就是我们当前设备所面对的一个地理位置的方向 那么第二个API呢是微信脸on-startcampus 这个API呢可以让我们开始去监听它的一个罗盘数据 以及微信脸on-stopcampus 这个微信脸on-stopcampus的API呢 可以让我们停止监听罗盘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两个API它其实都是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这个object是给我们有三个字段 一个success一个是fail以及complete 分别表示了我们API在调用成功 调用失败以及调用结束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这里呢鉴于微信开发者工具呢 无法支持我们这个监听罗盘数据的一个API的表现 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下去可以通过后面我给大家提供的demo 来在真机上体验它的一个罗盘数据的变化 小程序呢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拨打电话的功能 这个拨打电话的功能是通过微信.makephone call的API来实现的 这里我们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object类型参数的第一个字段phone number 表示了我们需要拨打的一个电话号码 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以及第四个字段呢 分别是success,fail以及complete 表示我们这个API在调用成功,调用失败 以及调用完成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我们平常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去进行扫码付款 在小程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是通过 调用一个微信年scan code的这个API呢 来调起我们客户端的一个扫码界面 那么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这个object类型的参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字段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字段 only from camera only from camera这个字段呢 表示我们是否只能从相机里面来扫码 如果为false的话 那么就表示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册来选择图片进行扫码 第二个字段scan type呢 它表示了我们扫码的一个类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支持了四种类型 第一个是qrcode指的是二维码 第二个是一维码barcode 第三个是datamatrix datamatrix呢我们一般都用它来进行一个商品的尾貌的鉴别 那么第四个指pdf417呢它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机器码 那么同样呢我们也支持它的一个success fill以及complete的回调 在成功回调函数里面返回给我们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字段 第一个result字段呢返回了我们扫码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字段scan type呢表示我们扫码的类型 第三个xset呢返回了我们扫码的一个字符集 第四个字段path字段呢表示如果我们所扫的码是当前小程序的一个合法的二维码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返回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的内容呢是我们二维码所携带的一个path 这个path呢它是一个路径 那么这里呢鉴于微信开发者工具同样它是无法支持这样的一个表现 建议大家下去自己通过demo来在真机上体验一下 那么小程序呢它还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复制我们系统剪贴板的内容 以及读取我们系统剪贴板内容的一个能力 这里呢我们是通过两个api 第一个是微信.setclipboarddata 通过这个api呢我们来设置系统剪贴板的内容 这里支持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它的一个data参数呢 它指的是我们需要设置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api呢就是微信.setclipboarddata这个api 这个api呢我们可以通过它去获取到我们系统剪贴板的一个内容 这个api呢它同样是支持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在参数里面呢我们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success field 以及complete的事件回调的函数 那么在成功的事件回调函数里面呢它返回给我们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它的字段名是data 对应的值呢就是我们剪贴板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里蓝牙设备以及Ibicon设备相关的api 由于API操作比较简单以及使用性频率较低 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去讲了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下去了解一下它的使用用法 这里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设备类API比较常用的四个模块 第一个呢是屏幕亮度 第二个呢是用户截屏的事件 第三个呢是震动 第四个呢是手机联系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屏幕亮度 屏幕亮度这里我们是通过三个API来操作它的一个屏幕亮度 通过调用微信点sidescreen brightness API呢 我们可以去设置它手机屏幕的一个亮度 那么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object类型参数呢是四个字段 第一个是value value呢表示了我们屏幕的一个亮度值 也就是我们要去设置它的一个屏幕的亮度值 这个亮度的范围呢是0到1 那么0呢表示最暗 1表示最亮 剩下三个字段呢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 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 那么第二个API微信点get screen brightness呢 表示了我们可以去获取到它的一个屏幕亮度 那么同样呢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object类型的参数呢它是有三个回调函数 success,fill以及complete 在success的成功回调函数里面 它返回给我们屏幕亮度的一个当前的亮度值 那么它的一个参数名呢是value 对应了一个number的值 第三个API呢微信点set keep screen on 通过这个API呢我们可以设置屏幕是否保持一个长亮的状态 那么这个长亮的状态呢 它只在我们当前的小程序内是生效的 当我们离开小程序之后呢 它就返回到了它之前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它同样是支持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在object类型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着重看一下keep screen on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它决定我们是否保持屏幕长亮的一个设置 那么同样呢它在成功的回调函数里面 返回给我们一个error message 这个error message呢表示了我们接口的一个调用结果 我们再来看用户的截屏事件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点onusercapturescreen这个API呢 来监听用户主动截屏的一个事件 那么当我们用户使用系统按键来截屏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在这个事件回调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手机震动相关的API 手机震动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API来操作 第一个API是微信点vibrate long 这个API呢 可以让我们手机发生比较长时间的震动 那么它的时间呢 是400毫秒 这里呢 我们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它接受了三个回调 第一个是success 第二个是fail以及complete 那么第二个API呢 是微信点vibrate short 这个API呢 可以让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个短时间的震动 那么这个短时间的震动 它指的是15毫秒的时间 那么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vibrate short这个接口呢 它在我们的iPhone7以及iPhone7plus 还有安卓机上才能生效 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提供给我们的API 将我们的一些联系人的信息 来写入到我们的手机的一个通讯录 这个API呢 是通过调用微信点iPhonecontact API来实现的 在调用了这个API之后 用户可以选择将我们这个表单的联系人的信息 以新建联系人或者是添加到已有联系人的方式呢 写入到我们手机的一个系统通讯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PI呢 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object参数呢 它表示了我们手机联系人的所有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信息字段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每个字段呢 它都不是必选的 这里呢 大家可以在文档上看到它每个字段和对应的一个含义 那大家可以在文档上看到它每个字段和它对应的一个含义 同样的NFC以及WiFi类的API呢 因为它的使用场景的频率比较低 这里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的文档来了解它的一个使用的用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设备类相关的API的一个基本用法了 可以看到小程序 它提供给了我们丰富的一个系统能力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些系统能力呢 开发出方便我们用户的一个小程序应用 那么相信大家在平常使用小程序的过程中呢 都会看到一些复杂枯旋的动画 那么这些动画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里我们需要借助到小程序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界面类的API 通过界面类的API呢 我们可以操控我们小程序页面的一个整体表现 包括它的一些交互反馈 以及它的一个导航条 或者是它TypeBar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界面类API 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界面类API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交互反馈模块 在交互反馈模块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有六条API 第一条API呢 微信联收Toast 它表示我们可以去显示一个消息的提示框 那么这个消息提示框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在object类型参数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来设置五个字段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Title呢 它表示了我们消息提示框提示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字段Icon呢 表示我们提示框它的图标的一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呢 有三个有效值 第一个有效值呢 是Success 表示我们提示成功的一个操作 图标 那么第二个有效值是Loading 它表示了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个操作的提示 那么第三个值 None呢 表示我们不显示这个图标 那么第三个字段Image呢 它同样是可以设置我们消息提示框的一个图标 它的图标的优先级是大于我们Icon的优先级的 这里Image的值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图标的本地路径 第四个字段Duration呢 它表示了我们提示的一个延迟时间 这个延迟时间是指我们在提示后多长时间之后 这个消息框它会消失掉 那么第五个字段Mask呢 它用来设置我们是否显示一个透明的萌层 如果我们设置了这个透明的萌层的时候 它会防止我们进行一个触摸穿透的一个作用 那么剩下三个字段 Success, Fail及 Complete 它分别是我们API在调用成功,调用失败 以及调用结束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图标Icon这里设置的它对应的有效值 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设置的是一个Success的成功图标的时候 这里我们Title的文本是最多显示七个中文字符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了一个Loading的Icon呢 同样呢它是Title文本是最多显示七个中文字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图标Icon的一个有效值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Success呢 表示它的一个成功的图标Icon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图标Icon对应的一个有效值的说明 第一个Success呢 在我们设置了成功的一个图标之后呢 它Title文本是最多显示七个汉字长度 那么同样Loading图标呢 它也是最多显示七个汉字长度的Title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Icon为None的话 它是可以显示两行的一个文本的长度 那么我们再来一起看第二个API 微信点收Loading 微信点收Loading这个API呢 可以让我们去显示一个Loading的提示框 那么这个Loading提示框和我们之前的收Toast 它的一个LoadingTit的提示框呢 是不同的 这里的Loading框呢 我们需要去主动的调用微信点HideLoading方法 才能去关闭它的一个Loading提示框 同样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这里主要是两个字段 第一个Title表示了我们Loading提示框提示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字段Mask呢 表示我们这个Loading提示框 它是否去设置一个透明的萌层 来防止我们触摸穿透 那么第三个API微信点HidePost API呢 它可以去主动的隐藏掉我们的一个消息提示框 第四个API微信点HideLoading呢 就是用来隐藏我们的一个Loading提示框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微信点收Loading API 所调用生成的一个提示框 那么微信点收Model呢 它是可以显示一个模态的弹窗 那么这个模态的弹窗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接受的一个Object类型参数的字段 第一个Title字段呢 表示我们这个模态弹窗 它提示的一个标题 第二个字段Content呢 表示了我们模态弹窗 它提示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字段ShowCancel呢 表示了我们是否去取消它的一个 模态弹窗的取消按钮 那么第四个字段CancelText呢 表示如果我们模态弹窗上 它是有取消按钮的话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字段 可以设置取消按钮上的文字 那么它默认是取消的文案 我们可以去设置为其他的文案 那么这里呢 它最多是四个字符 通过CancelColor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取消按钮的一个文字颜色 那么这里的文字颜色 我们是支持的是一个16性质的颜色值 ConfirmText这个字段呢 用来设置我们确定按钮上的一个文字 那么默认确定按钮上的文字呢 是确定的文案 我们可以设置为其他的文案 这个文案对应的也是最多四个字符 那么ConfirmColor这个字段呢 是来设置我们确定按钮上的一个文字颜色 剩下三个字段 SuccessFillGComplete 是它对应的三个状态的回调 第一个是调用成功的回调 第二个是API调用失败的回调 第三个字段呢 是我们API在调用完成的一个回调 那么在我们同调用模态弹框的API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返回给我们两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Confirm表示了我们用户它点击了确定的按钮 第二个字段Cancel呢 表示我们用户点击了取消的按钮 在前面的章节呢 我们是通过一个model组件来显示它的一些提示框 以及模态弹框 那么model组件呢 其实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用法 后来被我们官方废弃掉了 这里我们推荐大家使用API来控制我们的一个消息弹框 和模态弹框的表现 那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API 微信里面是有Action Sheet 通过这个API呢 我们可以从小程序页面的底部弹出一个操作的菜单 那么这个菜单呢 我们可以定义它菜单里面所显示的一个像 这个像是一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它接受一个object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atom list 就表示我们这个菜单上 它要显示的这个按钮的一个列表的list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字段的类型 是一个string array 也就是一个字符串的数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数组的最大的长度呢 是六个 也就是我们底部所弹出的这个操作菜单 它最多是六个按钮 那么第二个字段 atom color呢 表示我们按钮的一个文字颜色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字段对应的值呢 是一个hex color 它表示的一个是十六进制的值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所设置的一个按钮的文字颜色 它是针对我们底部弹起菜单 所有按钮的颜色而设置的 那么其他三个回调函数呢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成功调用我们的一个show action sheet API之后呢 它返回了一个type index 指的是我们用户所点击的按钮 在我们的列表的一个下标 那么这个下标呢 是从零开始的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 首先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toast提示框的一个实例 在vxmail文件内呢 我们是定义了四个按钮 这四个按钮分别绑定了四个回调函数 那么第一个按钮点击的回调函数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toast1type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内呢 我们是通过调用微信脸show toast 然后给它传入了一个tattle为默认的文案 让它弹出一个提示的消息框 那么第二个回调函数呢 我们是通过调用了微信脸show toast 这个api给它传入了一个tattle为 duration3000的文案 同时呢 我们是给它设置了一个duration 也就是这个消息提示框多久后消失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们定义它的时间是一个三秒的时长 第三个回调函数toast3type呢 我们在里面通过调用了微信脸show toast 然后给它传入了一个tattle以及icon 那么这个icon呢 我们表示它是一个提示类型的一个提示框 同时呢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duration的延迟 也就是5秒 那么最后一个回调函数head toast呢 我们通过点击左边的隐藏toast按钮呢 来调用微信的一个head toast 隐藏掉它的一个消息提示框 那么这里我们一起来运行实力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在点击一个第一个按钮呢 我们是弹出了一个默认的一个提示的消息框 这个提示消息框它有一个对号的一个icon的图标 也就是说它默认是一个success的 那我们再点击第二个 点击第二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消息提示框是停留了三秒之后呢 才消失 点击第三个消息提示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息提示框它是展示出了一个loading 上面有一个loading的图标 同时我们是延迟了5秒之后才消失 这里我们再点击loading它的一个提示框之后 我们点击隐藏掉它的一个toast 那么它就成功地调用了微信连海的toast来隐藏掉这个消息提示框 这个呢就是我们提示框它在页面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模态弹窗的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vxml文件内呢 我是定义了两个button 第一个button绑定了一个model type的回调函数 这里我们的文案是设置的一个有标题的model的文案 那么第二个button组件呢 我是绑定了一个notitlemodel type的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它的文案是一个无标题的model的文案 在左边的js文件中呢 我们是定义了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model hidden 表示了我们这个模态弹窗它的一个隐藏的状态 那么这个model hidden2呢 表示了我们下面第二个它模态弹窗的一个隐藏的状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模态弹窗它的一个实例 在右边的vxml文件内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右边是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呢 我们给它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为model type的回调函数 第二个按钮呢 我们给它绑定了一个notitlemodel type的回调函数 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点击第一个按钮呢 它是回调了我们的一个model type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通过调用了一个微信点showmodel的模态弹窗 然后给它传入了一个title content 以及showcancel这个showcancel我们给它设置为false表示我们不需要去展现它的一个取消按钮 那么confirm text呢我们给它同样是设置了它的一个默认的确定的文案 那么我们点击它的第一个按钮 可以看到它弹出了一个模态的弹窗 这个弹窗呢它是只有一个确定的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的后它会自动的消失 那么第二个回调函数呢是notitlemodel type 这个回调函数呢表示了我们在点击无标题的model这个按钮之后 它调用了一个微信点showmodel的API 这个API呢我们给它传入了三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呢是content 第二个字段呢是confirm text 第三个字段呢是cancel text 那么也就是我们没有给它传入的一个模态弹窗的标题 这里我们点击无标题的模态弹窗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只有内容没有标题 同时呢我们右下角是显示了一个确定的按钮 左下角呢显示了一个取消的按钮 那么同时呢背景是有一个半透明的盲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写入它的一个success的回调 然后呢这里我们重新运行它的一个实力 点击模态弹窗 点击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所返回的一个响应信息 这个响应信息呢表示了我们的一个操作的状态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字段cancel呢 它表示我们没有点击它的一个取消按钮 那么第二个字段confirm表示我们点击了它的一个确定的按钮 那么第三个字段ermessage就表示了这个API它的调用结果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态弹窗 它在页面上的一个表现 下面我们再来看action sheet 它在我们页面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侧呢是我们的action sheet的vxmail文件 右侧呢是它对应的gs文件 这个代码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通过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回调了我们的一个action sheet tap的一个回调函数 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我们是调用了一个微信点 showaction sheet的API 来让它去弹出我们底部的一个按钮的菜单 这里呢我们给它传入了一个atm list atm list就指的是我们按钮的一个数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第一个是atm1 表示我们菜单上第一个按钮的文案 那么atm2,atm3和atm4 分别表示了它其他按钮的一个文案 这里呢我们点击弹出action sheet的按钮 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底部弹出了一个按钮的选项菜单 那么我们点击取消之后 可以看这里我们可以 这里我们重新运行实例 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弹出菜单之后点击取消 可以看到它是调用了我们showaction sheet的一个field 的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内可以看到它打印出了一个error message 表示的是我们点击了这个菜单的一个取消按钮 那么我们再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其中某一项的按钮之后 可以看到它返回了我们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所在列表数组里面的一个下标 这里对应的下标是零 那么这里呢就是它action sheet的这个菜单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我们刚刚演示的实例里面呢 我们是调用了交互反馈类的API 然后查看这些API在我们页面上的一个表现